今天是兩位姐姐的對決 先請第一位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蒲碧秋 我來自台中 今年五十三歲 我是台電的員工 好,接下來歡迎第二位 小張好 顧凱、雅雯好 你好 評審老師好 空間老師、葉蓮老師好 現場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是... 我是智彰化 我做襪子的 我今年五十八歲 謝謝 來,非常有禮貌 對 第一位這個參賽者 我們對他印象很深刻 因為他姓蒲嘛 對 他老公姓李嘛 對 所以他們是 真的 離譜連婚 那時候就印象非常深刻 是 曹雅雯可能不能跟那欣小琦的 姓欣的在一起 結婚會讓人家很操心 超級好 所以說那時候 我們對他印象就非常的深刻 對 而且這個姓很少 姓蒲的 蒲公英的蒲 其實真的很少對不對 真的啊 因為我這個姓非常特別 所以我來了這個節目之後 我們參加外面的歌唱比賽 就會常常會被認出來 你不是去參加過明日之星那個 李蒲那個... 李蒲夫妻檔 補壁秋 是 所以說這個節目 你參加過之後 這個回想很大 真的 真的 不過聽說他的兄弟姐妹的名字 也很特別 對,我很好奇 那姓蒲 對,你姓蒲 那你底下有沒有弟弟、妹妹 我是最小的 那你姐姐叫... 我的... 要講嗎 對,我們就知道 對,我們想了解一下 大姐的名字叫 蒲壁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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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還有呢 姐姐,對不起哦 還有另外一個... 二姐的名字叫 蒲壁桃 好好記耶 蒲壁桃 蒲壁桃 蒲壁秋 那你爸爸會叫蒲壁汶 蒲壁汶 那小孩要叫蒲鳳英 所以說接這個名字 有時候會讓人家 一下就記得他了 對 他的笑容 他的笑容非常可愛 對啊 我爸媽很有學問的 他幫我們取的這個名字 就是又可愛 然後又讓人印象深刻 對 對,一次就記住了 對 那這一次來參加比賽 是用什麼樣一個心態來參賽 因為上次沒唱好 所以這一次還有機會再來 所以我想今天應該會進步一些 謝謝 可以說今天是要來雪恥 上次分數沒上90 這一次就想辦法給他衝破90分 好 對,而且感覺他今天 好像心情上還是有點緊張對不對 還是會啊 放輕鬆 不要那麼緊張 放輕鬆 那這一次不必逃跟不必差有來嗎 今天來的是 他們怕被笑一輩子 所以不敢來 你把他講出來 那今天來的 陪你來的是有家人嗎 對,今天有我先生 我的女兒 還有我們的歌友 你好 你好 他們穿得好慎重哦 對啊 我覺得這些應該都是很會唱歌的 那老公喜歡聽老婆唱歌嗎 喜歡 很喜歡 因為他在家裡練唱 跟到外面比賽 所以我大概都是陪伴著他 那因為時間久了 我也耳濡莫然 我就開始練唱 學唱歌 也參加比賽 大概這一兩年 都在跟著老婆到外面去比賽 撲唱撲嘴之類的也 這種感覺最棒的 兩個 兩夫妻有共同的興趣 那種感受是最好的 很有愛耶 不過聽說你今天要唱這首歌 是歌名叫做是 這首歌是 《風吹的晚望》 二姐的歌 為什麼特別會想要唱這首歌曲 因為這首歌是 姜蕙跟姜蘇娜 兩個姐妹唱的歌 他們兩個姐妹的感情非常好 就像我跟撲臂菜一樣 因為... 好可愛 姐姐從小就是小兒麻痺 因為爸爸媽媽都在工作 所以是我從小都是我照顧她的 所以我們兩個姐妹的感情 非常的好 所以我今天想要唱 《風吹的晚望》 送給姐姐 因為這首歌也是 姜蕙跟姜蘇娜合唱的 所以很有姐妹情深的感覺 你說這首歌是要送給自己的二姐 撲臂菜 好,那撲臂菜 帶電視機前面要仔細來聽哦 這首特別要唱給你的 《風吹的晚望》 我們來欣賞 《風吹的晚望》 内边有你的笑容 有你的末世 也有你寸前的爱 有风的时尊你看一条山 点点跟电话一边交付我 感到你就没说暖我的心情你知道 风吹来一阵一阵的怨怀 日是一朝过来过去的风吹 千秋千万快乐随风吹游泳 有你有习惯有时间 上天有一天没消息打断山 有你背过一山有一山 看着你背过一阵又一阵 有一天你的观音 这个发发世界 感谢你放在心内的观望 有一天你的观音 这个发发世界 感谢你放在心内的观望 風吹的观望 好优雅 很感人耶 唱起来那个气质 对 跟他今天一身的装扮好符合 其实有精心去挑选的意思 是 这个感觉很棒 很不错 我觉得分数应该会不错 对 听过他唱完之后 你觉得他唱得怎么样 很好啊 很好 对 他本来就很会唱了 真的 小姐也是很厉害的 小姐其实唱歌也 上次我们印象也是很深刻 本身是做那个 袜子的 袜子的老板娘 对 对 那你今天有家人或是朋友陪来吗 我先生而已 先生啊 喜欢听老婆唱歌 我朋友 他照顾我老婆 他老婆 对 好爱哦 平常在家会唱歌给你听吗 对啊 真的哦 你会给他点歌 叫他唱什么歌 让你来听吗 会啊 会 你最喜欢听他唱哪一首歌 不管哪一首都很喜欢听 他都很爱 好听啊 这种就是甜蜜的感觉 你怕要唱那条 他用情 用情 不好唱 不好唱 對,这不好唱 这首歌唱得很好听 很好听 聽說這首歌是你点的吗 对 你看,他真的很爱老公 对 老公点什么歌 他就来这边唱 而且都带到老公、老公、老公 對啊,你们结婚幾年 我结婚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我四十年了 他一讲话就有点那种淡淡的忧愁 对 四十年了 我结婚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你很惊悚耶 整个好惊悚哦 那两个感觉是比较有气质 讲话是比较优雅 很优雅 对 就是唱歌中气要十足 所以待会你唱的时候 要把那个中气十足的那种感觉 唱出来好不好 好,没错 好,那我们就来听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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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好 有關時都跟真理造 最愛的那個人 逸風節 恭喜 氣勢有,很嚴格的感覺 有哦 而且這個難度真的很高 對,很多轉音 他剛剛那個 就真的 原本那幽幽靜靜一唱 就出來 對 而且剛剛看到一位大姐很可愛 就是前面這一位大姐 很入神耶 他當評審 很像評審老師 就感覺他唱得... 唱到他心裡了 對 對 我們的觀眾朋友也很專業 也很專業 對 因為我們每次有專業的老師講評 大家都大概知道 這個歌唱的技巧在哪個地方 是 好,我們首先請到哪位老師講評呢 我們請到陳寅堅老師來做講評 好,我先講 畢秋 聽你在說雞尾正親 真的聽你在說真的 但這首歌曲我覺得滿好聽的 清清淡淡的 因為這首我就輕輕而已 是 不錯啦 在台上你這樣子 我覺得台風也很好 這樣唱起來輕輕的 不錯 那麼,陳寅堅 這首歌不好唱嗎 不好唱 不好唱 我覺得你後面那一句 音樂不好唱得最愛的那個人 這樣,我覺得還不錯 你有拉出來啦 不然沒有這首歌人會翻開了 對 但是前面我是覺得你頭一句主歌的第二句 你的拍子好像不對 他跳拍,你的拍子不對 想要中一時 不可能 一定要停一下嘛 這樣會比較穩 好不好 謝謝 加油 謝謝老師 許景淳老師,請 我覺得很高興看見兩位愛唱歌的女生 而且你們應該是從年紀輕到當媽媽 都還是很愛唱歌對不對 對 好,因為我看見你們兩個 音樂一下的時候 你們眼睛都發亮了 然後感覺你們的投入 就把你們自己個人的氣質帶出來了 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 其實唱歌跟音樂給人的最棒的地方 就在這裡 然後你們又把這樣的一種感覺 帶到家庭影響先生也好 你的孩子也好 還有你的周邊的朋友 然後你們去參加比賽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我感覺到很棒 你們來做了一個很好的分享 好,像那個碧秋 你這首歌是唱給不必猜姐姐嘛 姐姐聽了一定很高興 因為你唱歌的時候 你唱歌是你的氣質 有一種單純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感覺很好 你唱歌乾乾淨淨的很誠懇 這個是你給人的一種感覺 你就把它在你的歌聲裡唱出來了 我覺得很感動 我想姐姐也會收到你這份禮物 這個很棒 謝謝老師 另外呢,金丹 你唱歌的時候 你的那個感覺 什麼感覺出來 你知道嗎 痴情 你是痴情女 我感覺 你那個投入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痴情的人 其實我覺得唱歌 最難的就是這個 好,我們那麼多選手 不一定做得到這一點 把你的喜歡的 你的生命裡面 你真正的質感 唱到歌裡面 這個最棒 了解嗎 不是唱一個很降氣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兩位姐姐 來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是很有意義的 謝謝你們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好,聽完老師講評了 接下來看分數了 我們要來看 浦壁秋跟蕭金丹的分數 老師,請給分數 浦壁秋89.3分 蕭金丹89.6分 恭喜蕭金丹獲勝 謝謝,謝謝老師 也是差一點點的分數 對,一點點幾分 差了0.3分 柏仲之間 對 今天姐姐其實唱得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對不對 對啊 就是差那麼一點點 可能唱錯一點詞 連關係 今天是來分享的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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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